吃包子看电影,先吃然后吃皮,大家好,这里是小龙包电影 今天包子给大家讲个女孩为了追求极致的美,把自己搞成可怕样子的短片 影片开头,小美走在街上,迎面撤来一张整容医院的广告单 上面写着电眼巴皮疯,瓜子脸,眼睛大大的,看得小美很是心动 原来现在流行这种长相呀,她很快就来到医院,跟医院说 照着你们这单身的模特症,谈好了价格很快就开始手术了 只见她眼睛被拉大,下巴也变尖,整个人精致了不少 但又多了一份呆滞感,路上迎面又走来了一位贵妇 这婀娜多姿有钱有厚的身材,男人最爱呀 只能戳死人的翘下巴,羡慕死人呀 于是又来到医院,医院的模特已经换成了刚刚的欧美女人 小美第二次做手术,轻车熟路,鼻子一扯下巴一拉 Oh my lady gaga,感觉自己说话的洋气冲天了呢 可是没过多久,又流行起了大胸和厚嘴唇 小美又开始嫌弃自己了,迫不及待地走到了医院去 给自己打了个嘟嘟唇,还封了个比碗还大的胸 她感觉自己走起来都不用讲,全靠浪啊 可是自信没维持多久,她又遇见了一对正在热吻的情侣 女孩拥有着鲜鲜细腰,仿佛两手便可握住一样 她捏了捏自己腰上的五花肉,又来到了医院,让医院帮她抽纸 受腰后还把屁股增胖,她的身材彻底完美了 该大的大,该小的小,男人爱慕,女人嫉妒啊 于是她故意摇着葫芦身材从情侣面前走过 男孩果然被她吸引,看得满眼桃花 而她的女友则怒火中烧,恨不得弄死她 她的快乐依旧只维持了短暂的时间,因为审美总是在变的 今天大家喜欢性感大美妞再先扭屁屁,明天大家喜欢青春小姑娘再先打屁屁 后天,大家还喜欢禁语女老师再先回教边呢 小美为了迎合大众审美不断的整容不断的整容 最后筋疲力尽,把自己的脸折腾成了鲸鱼脸 让人看了忍不住想对她来一首,臭八怪 就在她又一次准备追随潮流时 她发现最近又流行毁了青春自然风 海报上的女孩不就是她最初的那副模样吗 但她已经无法毁到最初的样子了 看完这部短片,包子想先不管三千二十一感慨下 妹子,你是真有钱呢 动了那么多次手术家里有矿吧 少说也得几十万了吧 当然最重要的是告诉我们 每个人的审美都是不一样的 而且大众的审美是随着时代会不断变化的 没必要去追求所谓的流行 否则就像在整容技术发达的韩国 她们的整容失去了审美 变成统一的模板 每则每一,毫无灵魂和辨识度 你说日本整容技术更发达 为什么她们的女性很少被人提到整容脸呢 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她们的整容保留了自己原本的特色 所谓就算动刀子了看着也很自然舒适 整容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不懂时刻而止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 下期见